政府本周公布4月失业率较3月大幅恶化,但另一方面,牛市近日表现理想,一二手成交量堪清暢旺,而近月按揭拖欠比率维持极低水平,而且看来上升佛力,为何失业率上升? 但拖欠比率却不为所动,就一般人的印象而言,失业率上升,按揭拖欠比率是理应同步上扬,业主失业,失去收入又如何供楼?对于为何前者上升而后者不为所动?一个最表面的原因是数字制后数字尚未恶化而矣。 不过,参考2008年,2009年受金融海啸影响,失业率升至5.3%时,拖欠比率也指示微升至0.05%。 而在此后十多年,拖欠比率也一直处于极低水平,近几年都是0.02%至0.03%,即1万宗按揭贷款,才有2、3宗出现多于90日的拖欠。 作为对比,美国首季住宅按揭拖欠90天以上的比率是0.93%。拖欠比率偏低,原因之一是过去几年楼价大升,而按揭指引收紧,令入市的以中高收入家庭为主。 他们从事的未必是今次最受影响的行业,结果失业率上升,但整体上的按揭供款却维持正常。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香港人的储蓄习惯。 一般家庭在借款置业之后,仍会维持一定的储备,即使一时守停,储蓄也可暂时应付按揭还款在内的开支。 只要经济不是长期下行,按揭拖欠比率也难以恶化。 失业率与按揭拖欠比率脱勾的情况是否长期持续。 有待时间证明,正常而言,如果失业率长时间高期,按揭拖欠比率应该难以长期维持现有的极低水平。 但我们预期即使数字恶化,也会比其他经济体的同类数据为佳。 十多年来偏低的拖欠比率,加上按揭乘数,供款与收入比率受限, 再在说明监管机构成功管理本地楼案,令正规按揭的风险处于一个可控水平。 而在现时银行体系结余高企于940多亿元水平的情况下, 不排除下半年银行虽为资金尋找出路,再以种种优惠争夺夺楼案业务, 令一时沉值的按揭战再度开打。